HELLO 各位離散美利堅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Carmen 我是Joey Joey 我知道你是幫忙搞了很多香港人離散 在外地不同的活動 其實當中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困難 尤其是當時間越來越長 戰線越來越拖越長 大家都總會有自己的生活要兼顧 自己家庭要兼顧 可能真的會有些困難 上一集阿菲都有講到 他們要籌備 其實都需要花很多自己的私人時間等等 其實當中籌備有什麼困難呢 你覺得 其實我想最主要除了資源之外 最主要都是人手的短缺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很多的離散港人組織 我們主要去負責組織不同遊行集會的搞手 其實都是以一個義工的形式去幫忙 除了可能是工作或者讀書之外 他們還要去撥很多的額外時間去籌備一個集會 而籌備一個集會 你首先要去思考一個主題 然後你又要再去計劃這個活動的流程 然後又要再邀請不同的嘉賓、講者 再去準備不同的道具、橫額等等 所有的這些程序其實都需要很多的時間 可能是一些香港人比較多的城市 例如華府、波斯頓或紐約籌備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跟其他的組織自己去互相合作 每人去分工去減輕我們的負擔 但其實我知道在很多香港人比較少的地區 特別是一些大學 一些香港人組織要去籌備一個集會 很多時候都是需要一腳踢 由構思到準備橫額、準備道具 可能都是一兩個人做完所有的事情 辛苦了你們 因為我知道你們籌備有時候 都很想想多些盡量完善 有時候人手不夠的時候 還有可能有些人覺得 你做得不夠好真的很慘 已經付出了自己的時間 還有可能有時候要受一些意見、批評等等 不單止像剛才你提到 有些人還要一腳踢 例如剛剛有新聞說到612前夕 在康內宇大學有一位香港留學生 他不單止要自己做完所有事情 還要冒著這個安全風險 因為只有他一個單人匹馬 不像我們是一群人 那些小粉紅都不敢來搞你 但他不是因為他只有自己一個 可能他的風險就越來越高很多 所以今天就要請他上來 分享一下他平時是怎樣籌備活動 以及遇到這些安全的時候 怎樣去處理 今天就請到在康內宇大學 SPIL這個東亞自由促進會的T仔 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Hello T仔 你好 你好 T仔 可不可以首先自我介紹一下你自己 以及你們的組織 東亞自由促進會是怎樣成立的 大家好 我叫T仔 我現在是一個剛剛在康內宇大學畢業的學生 我這個東亞自由促進會的成立 是在2019年10月左右 那時候香港抗爭去到接近最巔峰的時期 其實也有幾個美國人 他也邀請我去希望一起去為東亞 仍然受到壓迫的人去發聲 所以我就和他一起成立了這個組織 那之後主要是因為我 所以這個組織很多時候的專注也都在於 支持香港抗爭 但是我也會幫西藏人、維吾爾人 以及其他地方 例如泰國、面連等等去發聲 我們的宗旨就是希望有一天 能夠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我們應得的自由和民主 其實我一開始認識T仔 都是因為我們看到T仔自己的Instagram 以及其他很多不同組織的社交平台 就有去宣傳到T仔自己個人 在Cornel大學裡面去每天都很努力 風雨不改這樣去鐵文宣的一個工作 那我其實都知道T仔你自己 本身是讀一些和氣象有關的學科的 那是什麼激勵了你要去投身這個抗爭運動呢 就是你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個人經歷 鼓舞到你令到你每天都這麼風雨不改 這麼堅持要去每天抗爭呢 很難得 我覺得其實最簡單都是因為我是一個香港人 我覺得我作為一個香港的年輕人 是有一份責任去為香港做一些事情 我記得都是在2019年612的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還在美國的 但是我看著很多香港的年輕人 年輕人或者中年人 就是銀發族都一起出來 這麼勇敢地去對抗這個極權 我覺得那時候在美國我做不到什麼 也都令到我很下定決心 就是我一回到香港就要去為香港做一些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7月回到香港就 開始參與了一些遊行、集會等等 不過很快到了8月中 我又要回來美國去繼續學業了 那時候那段時間在香港其實抗爭仍然是 不斷地變得越來越激烈 我也都每天看直播、看新聞 看到很多跟我一樣的年輕人 被捕、受傷 甚至我記得是9月中的時候 就是一個僅了15歲的少女 所以陳彥霖不明不白地沒有了生命 令到我覺得自己 即是我即使在美國 我可能無法親身去上街頭 但是我也都絕對有一份責任去做些事情 那既然我身處美國 身處在這個自由的角度那裡 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去讓這裡的人 更加認識我們香港的抗爭 去鼓勵他們去支持我們的抗爭 那就是我在2019年9月尾的時候 就開始在學校不斷地貼文宣 而其實不斷激烈我去繼續貼文宣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有很多人私了我的文宣 那我看到他們私了文宣 我就更加激烈我要去貼上去 然後就周而復始地 就不斷地去他們私 我就繼續貼文宣 然後我的人就是 會有一些固執感 我覺得沒有一個原因我要去停 所以我就一直堅持到現在 這個是擇善固執 我覺得好像香港人抗爭的時候 就是私一我就揭白 就更加是你們為什麼不讓我說話 就是我們要表達我們的言論的自由 所以T仔就是很努力地繼續做 一直做了三年其實真的不容易 就是這個信念去堅持 你不要說貼文宣 就是你繼續做一件事 三年其實都是很有耐性 那這三年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你就是做過什麼活動呢 除了貼文宣之外 其實在校園內 我都知道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國籍的人 當然他們也可能是 將來的社會未來的棟樑 我們應該可以和他們打好一些關係 或者灌輸多一些香港的信息給他們 將來也可能有利到香港的抗爭運動 在校園裡面做過些什麼呢 這三年裡面 我記得我在2019年12月的時候 曾經開過一個講座 就是跟他們講解 為什麼我們香港人要抗爭 我們的訴求是什麼 還有我希望他們可以為香港做些什麼 事於之後就 之後就應該已經去到2021年了 2021年5月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和另一個組織 就舉辦了一個支持維吾爾人的集會 就是希望為維吾爾的種族滅絕去發聲 而之後那年的10月 我們也都和全世界很多間大學 一起舉辦了一個 Students for Hong Kong的Action Day 那天是10月1 就是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的日子 去發聲 去表達我們香港人要爭取自由 去表達我們為什麼這麼爭恨這個政權 而我記得那天也有不少市分紅來踩場 拿著這些中華人民共和國旗 所以那個都比較深刻的 其實T制這一份堅持 真的令到我自己和其他香港人都十分之感動 因為其實講到我們的抗爭 都已經是三年前的事情 很多是海外的港人 都一直舉辦不同的遊行集會 但是同時我們都發現了 舉辦這些遊行集會 可能有效的程度上的限制 其實特別是今年開始 很多離散的港人都開始在問自己一個問題 就是當我們發現這些遊行集會的 有效性是有限的時候 我們還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可能很多人都會說 我們其實可以在自身自己的方面出發 每天透過一些很細微的行動 去繼續支持香港的抗爭 例如是杯葛一些中國製的產品 例如是繼續去做文宣 但是其實很坦白說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好像T制這樣做到 真的每天風雨不改 去張貼文宣 每天風雨不改 在那裏繼續為香港的抗爭運動做宣傳 我知道其實T制早前 是因為在冬天下大雪的時候 就在康尼爾那裏貼文宣 所以弄傷了腳 當時我相信不止我 甚至其他很多的香港人 都有發訊給T制跟他說 你弄傷不如休息一下 但他依然都是負傷地 繼續每天拖著一隻弄傷的腳 繼續去行雪地 繼續去貼文宣 所以這件事是令我們十分之感動 都很希望T制的事例和行動 可以激勵到其他香港人 繼續去堅持抗爭 繼續從自己出發 每天透過一些細微的東西 去支持我們的運動 其實講到面對的困難 我都知道T制除了受傷 或者人手限制這些之外 剛剛Carmen一開始也提過 其實他都經常受到小粉紅 或者其他親中人士的攻擊或者騷擾 我知道除了在612前夕的事件之前 T制其實在Cornel貼文宣的時候 都遇過很多其他的突發的事情 不知道你能否分享一下 其實我之前 在前幾天被小粉紅襲擊之前 都已經有幾次有小粉紅 不肯定是否同一個 但是他也會騷擾我 也會騷擾我 去罵我 然後 還有幾次會被學校的保安 警察驅趕 所以都是 有時候都很緊張的 不過我覺得 有些事情仍然值得我堅守去做 你自己孤身隻影在Cornel那裡 因為我看到很多時候 你鐵文宣都是自己一個人 可能晚上晚上就在校園那裡 走來走去 然後幫忙把鐵文宣 等等 特別是612前夕被小粉紅 真是人身攻擊之後 這件事情之後 你會不會對自己個人安全 或者心情上面都有些轉變 我想那件事 我那天在學校以外 在學校以外的小粉紅 被小粉紅推下 然後還嘗試搶個電話 雖然我受傷不算很嚴重 拆損了一點點 但是其實驚嚇也是挺驚嚇的 因為第一次被人用武力去襲擊 但是我覺得他其實都是 雖然肯定是有驚嚇的 但是我覺得他更加激發出我的鬥志 要去更加 就是有些需要報仇的心 就是希望透過貼更多文宣去報仇 去令他知道自己這樣襲擊我 反而是更加激發我的鬥志 反而是用我們香港人的聲音 更加傳遍天下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雖然我會有驚嚇 但是他不會阻止我 我一定會更加努力地去 每天去鐵文宣 去為香港做些事情 這些想要武力去阻止我們的人 才知道他們這樣做是沒有用的 其實不要說害怕就是肯定害怕的了 我想Joey你也一定會有感受過害怕 就算我做記者我不是第一人生去到那裡示威 其實我有時做記者都因為這樣而受過一些騷擾 我也試過 他這次是在你面前還要整選你還要推你還要搶你 沒有可能不怕一定是超驚 或者Joey你會不會有試過類似 如果你是遇到這樣的情況你會怎樣去防範呢 其實我就很幸運 因為剛剛都說到華府香港人就比較多 所以我們舉辦示威遊行集會這些時候 通常都是一班人一起 即使會有一些親中人士來騷擾都可以 一班人一起當然比較安全些 都會有朋友可以互相有個照應 有些什麼事都可以幫忙站出來 例如是跟他們理性地討論也好 還是當他們可能有一些比較有攻擊性行為的時候去調停也好 我們都可以有其他香港人互相守望 但好像T仔這樣 我都知道其實Connell都不是一個特別多香港學生的地方 其實他的距離來紐約市市中心都比較遠 可能就未必經常有這麼多香港人可以是 互相照應或者去集會幫忙 所以當然相比之下的情況 T仔的情況當然是處境危險很多 所以又是說回我們都是很欣賞你的堅持和勇敢 因為我知道面對這些攻擊 無論是網上的言語攻擊也好 還是人身的攻擊也好 你都會很明確地感受到 其實我們即使人身處是一個自由的國度 我們都依然是以不同的手法 是不同的方式被這個中共政府去打壓去騷擾 所以我們都很欣賞你的見證 我都分享一下很簡單 就是我試過收過一些變態噁心的訊息 但是當然不像T仔那個那麼嚴重 我就收到訊息 我見不到那個真人了 我就唯有報警了 我都真是害怕的 所以T仔是直接這樣 那天你有沒有報警 那天你有沒有試過 那天我沒有報警的 其實就是我會嘗試去 我都和學校一個很支持我的教授 在討論中 去report給學校的 report給Honar A大學 他們裡面負責這些東西的department 看看他們能否找到那位學生的身份 然後去作出懲處 是啊 希望你可以做相關的行動 我試過就是因為這樣被人騷擾 我家人是不喜歡我做記者 所以我就不知道你會不會因為這樣的時候 你都會有一些壓力 因為你怎麼平衡 你都要學業的 你讀了一間這麼好的大學 家人當然是很有期望 但是他可能會覺得 你不如努力讀書 不要做這些事情 令到你很危險 分了心也都不好 有沒有試過這樣的壓力呢 或者你怎麼去平衡學業和抗爭呢 壓力肯定是有的了 我想天下都沒有什麼父母 會想自己的子女去以身犯險 但是我覺得 至少我自己 雖然我做這些抗爭是付出很多時間 但是我覺得 實際上我學業也都沒有太受影響 我也現在可以考學到一個讀PhD 所以我覺得這個平衡時間 這個是很困難的 但是有時候我如果忙的時候 我貼文宣 我可能只是每天上學 走上學的時候就順路貼兩張 當我如果BN有多少時間 才會走上學校去貼文宣 你貼文宣你所花的時間 你可以視乎你那天忙不忙 那時有沒有考試等等 你去做決定 然後當然這個也可能會犧牲自己 其他娛樂的時間 但是這個也無可避免 我覺得各人自己的選擇 但是我覺得起碼從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你參與抗爭 不是一定會影響到學協 我覺得我自己的學協 也都維持得不錯 所以起碼我可以從行動上 證明給我父母看 我做這些事情 起碼沒有影響到學協 其實我也知道T仔 一方面也要每天去舉辦 他一方面也要在一些特定的日子 舉辦不同的遊行集會 自己每天也要去將貼文宣 設計文宣 去籌備這個貼文宣的行動 其實都犧牲了他自己很多娛樂 或者睡眠休息的時間 但是T仔也很厲害 他剛剛說到他考到一個PhD的program 我也知道你接下來 可能就會離開Cornel這個大學 去到其他的大學繼續去進修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可能你未來的打算 就是你去到一間新的大學 你會不會有打算成立一個新的 可能學生組織 繼續去支持香港的抗爭運動呢 是啊 其實我未來 我8月就會去Penn State University 就是這個賓夕法尼亞州 州落大學那裡去繼續讀博士 到時候我也已經在打算去成立一個新的組織 在那裡的一個支持港組織 我會繼續做 我之前在Cornel做的事情 就是每天在那裡貼文宣 如果我VN的時候也可以去 因為這間大學它有不少分校 在這個賓夕法尼亞州裡面 所以我也可以去其他分校去貼文宣 我想盡量去遍地開花 令到在賓夕法尼亞州 以至整個美國東北不同的地方的人 都可以看到少了我的文宣 從一、兩張文宣就看得出 我們香港人仍然在奮鬥著 會喚醒他們 或者如果真的有香港人 或者支持香港人的人 可以喚醒他們的鬥志 去繼續去為香港做些事情 就是這樣 剛剛T仔就說到遍地開花 我都相信更加多的 我都相信港人的離散組織 抗爭運動或者文宣 我們絕對是不嫌多的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知道你成立了Spill Cornell 現在有準備在Penn State 成立一個新的香港學生組織 我就想問一下 你對於一些可能在不同大學那裡讀書 然後又有興趣繼續去為香港抗爭付出的學生 你對他們可能成立一個新的學生組織 會不會有什麼提示 或者有什麼資訊可以提供給他們呢 嗯 我覺得 當然如果你的學校本身已經有 起碼有兩個人的話 開一個組織就會容易一些 至於如果你只有一個人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嘗試自己開一個組織 也可以嘗試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加入一個 叫Students for Hong Kong的聯盟 這個是我在大學上年左右 我和另外一班在其他大學的學生 一起建立的一個 就是連結全世界所有香港學生的一個聯盟 中文應該叫自由香港學生聯盟 我們在那裡可以分享一些資訊 分享一些文宣 也都可以和他們聊天 可以幫他們去找他們可以做什麼的方向 也都 因為我有時和Students for Hong Kong的其他成員去聊天 他們也都發現他們有一些 原本以前是完全不認識任何其他香港人 但是透過這個 透過加入了Students for Hong Kong 他們認識了一些 一些其他學校的香港人 之後也都找到機會去見面 令到他們覺得自己原來不是孤單 雖然可能在他們的學校裏 只有自己一個 但是其實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 都有人會繼續去支持他們 會去盡力幫他們這樣 當然賣了一些廣告 希望大家可以 如果你是一個學生 也有興趣為香港出了分歷 但是暫時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 可以加入我們Students for Hong Kong 然後可以和我們一起聊聊天 我們可以幫忙去想一想 不是賣少許廣告 而是要賣多多廣告 等我在這個節目完結的時候 將Students for Hong Kong 是不是IG等等 或者Facebook 怎樣可以找到你們 可以用IG、Facebook和Twitter都有的 我想我們最活躍應該是IG 但是你在Twitter和Facebook找我們 我們都會回應的 觀眾聽到的話 記得留意 多謝T仔 多謝你 今集的節目時間有了 拜拜 拜拜 多謝